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公都盟的副執行長田俊陽 然後很高興今天能夠跟大家 在這邊分享這個IRM的報告分析 那我稍微簡單說一下 就是過去其實我們有 除了在公都盟的服務經驗以外 我自己也在GTV有提過兩個案子 也跟開放政府有一些關係 第一個案子其實是 我們把台電的睦鄰金去解析 到底哪一些明代去申請 那我們利用資訊揭露的方式 去揭露這些明代跟政府之間的補助關係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有做金流的視覺化 讓一般民眾知道說 政治現今其實沒有他們想像中的 這麼不堪 或許它有一些運用的方式管道 讓民眾可以更加了解 那今天我們稍微講一下IRM的內容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希望有一些精神必須被強調 就是說開放政府的精神 到底包括什麼 第一個就是透明 第二個就是苛責 第三個就是參與 那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讓民眾清楚知道 政府在做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那有疑慮的時候 能夠找到負責的政府機關 然後民眾可以在政策的過程中 表達意見 然後實質參與 那我這邊特別在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克責 我覺得克責這件事情在台灣 大家都會想像成是好像是要你負責任 確實是這個意思沒有錯 但是呢 在開放政府的精神裡面 其實克責更包含的就是 找到負責的人 那除了做得不好的話 給他指教 給他批評 但是做得好的話 是必須給予肯定跟支持的 所以我們在開放政府這一塊呢 其實講到苛責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說 是不是這個IRM又是另外一個管考 那其實是不是的 那後續我們會去強調說 IRM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在這邊必須知道說 IRM不是管考 那它只是一個獨立的審查機制 那可以幫助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知道自己哪裡做得不好 那哪裡還可以繼續改進 那這個 在開始之前呢 有一些名詞解釋 必須讓大家知道 那OGP大家也都知道 它叫做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 那IRM是今天的主題 它是獨立的報告機制 那等等內容裡面呢 IEP 它就是國際專家小組 那也會在這個過程中 反覆地提到 那在這邊先做名詞的解釋 那今天主要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會談什麼是IRM 關於IRM的事情有哪一些 第二件事情是 獨立審查機制的基本原則 跟工作流程是什麼 第三我們會告訴大家 這個IRM的研究指南 進度報告跟期末報告 到底是在做什麼東西 那有哪一些必須注意的事項 最後呢我們會提到 其他國家的IRM的報告的案例的分享 總共四大塊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先進入到第一個部分 關於IRM IRM是什麼呢 它就是要讓所有參與OGP的 利害關係人能夠追蹤開放 就是這個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的 進度的一個重要工具 那其實大家可以想像 不要那麼複雜 它其實就是呢 讓大家知道說 在同一個標準之下 能夠去比較 各個參與國家在這件事情上 有哪些東西是可以持續追蹤 哪一些東西是可以借盡的 所以它比較像是一個機制 可以讓開放政府或開放國會的參與國家 能夠在一定的基礎之下相互比較 那也包含我們前面提到的就是 做得不好的可以被揭露出來 然後讓下一次的報告提出 能夠就上一次做得不好的進行加強 那這是他們主要的核心精神 那IRN呢 它其實在每一個階段都會編兩份 第一份報告叫做進度報告 就是必須在行動方案的第一年 結束的時候提供 那第二份呢 就是IRN的期末報告 那就是在首年報告結束之後呢 在兩年期的行動方案 執行結束的時候提供 也就是說 這個獨立報告機制要 總共簡單講就是兩份 第一份叫做進度報告 第二份叫做期末報告 那麼稍微說明一下進度報告呢 它會評估各個政府在制定 跟執行開放 這個OGP的行動方案的情況 以及開放政府原則的落實程度 那並且會提出一些技術性 然後有建設性的改進的方式 那去針對進度報告的部分做評估 第二個期末報告呢 是針對這個期間的行動方案 在兩年一個週期的時候 不論是完整的進度啊 或者在執行中有任何的變化 最後的期末報告呢 都會在這邊 主要他強調的是苛責 以及政府跟公民之間參與的情況 所以這是期末報告的部分 那獨立審查機制的目標 它總共有三個 其實我們前面都會提到 蠻多原則性跟比較大 比較抽象的概念 但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多事情並沒有絕對的標準 那它只是一個守則跟一個精神 那我們必須在做任何決策 或者在討論前 都必須檢視我們在做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符合這樣的目標 跟IRM的原則跟精神 第一個事情呢 IRM的目標 它希望鼓勵參與國家 在開放政府的目標中呢 在透明參與科者的方面 進行全國的對話 第二個是促進開放政府 能夠藉由OGP的行動 提供具體可信 然後基於事實的分析 來回饋到這個國家的行動方案裡面 這邊有個重點 就是基於事實的分析 跟提供具體可信的報告 第三個是樹立開放 開放政府的典範 以及包括發布資料流程 主動公開的工作的事項中 能夠有一個典範性的 過程中能夠樹立一個典範性 那稍微分享 也像在開放國會的部分 我們從籌備會的前期到現在 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試圖去凝聚一個典範 就是說我們不論什麼事情 都全部的公開 然後包含在會議的過程 決策的過程 我們都全程的錄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藉由IRM 或者是藉由行動方案的擬定 可以學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大家在做的事情 是足以做有一個示範效果 讓未來大家都能夠借鏡這件事 那接下來我們去探討的就是說 獨立審查報告的標準 它的一些精神 第一個就是它的含掛範圍 跟它的平衡標準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一直在提到的 這個獨立審查報告的目的 在於見別每個 就是OGP的參與國家 表現的優點跟缺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次IRM非常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獨立性 那我們後續會提到 有一些潛在的利益衝突 或實質的利益衝突 都會去再去彰顯出來IRM 對於獨立性這件事情的 追求跟重視 那獨立審查報告呢 它其實非常強調 所以我們要去做 出現利益衝突的時候 它有一些具體可彌補的方案 去做進行 那它會藉由把這個利益衝突公開化 並且解決問題 然後確保IRM的研究人員 在撰寫這個報告的時候 能夠執行他們的這個利益衝突的政策 那達到利益迴避的效果 那第三個呢 就是公平性和當地背景的環境 那這裡主要其實是在講的就是 每一個國家都有當地的一些文化 跟當地的一些背景 所以他們在強調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個獨立審查報告機制 它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 鼓勵用一致的標準 用公平的方式 讓每一個參與OGP的國家 能夠藉由互相比較 然後在下一次提出報告時 能夠做得更好 那它這邊用的是例證上游 其實可以凸顯出來 就是它 就像我剛剛前面提的 就是它不是凸顯 哪一個國家做得不好 這些不好跟缺點 其實都只是希望在下一次 能夠具體的提出改善方案 那當然會有壓力 但是呢 這個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跟良性的循環 那接下來呢是 預設 這件事情就是說 在獨立審查報告的過程當中 這個研究員呢 不會假定任何的受訪者 他是誠實或者不誠實的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第二部分 這部分有四點 第一個就是包容性 那這包容性的部分 是包含就是在 這個行動方案的擬定的過程中 不論是政府或非政府的 利害關係人的工作的進程中呢 必須要有多元的 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並且讓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藉由組織性跟非組織性 都在這個群體當中做討論 那我們後面會提到說 這個多元性跟 如何把它列入這個標準當中 我們後面會有一些案例可以去做分享 那公正性 這個就是在前面再強調過一次 就是說 我這邊念一下 就是它致力於 對於尚未達成目標 它也會給予必要的批評 那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 就是IRN的過程中 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另外一個管考 它這個的批評呢 只是希望在下一次的過程中 它可以有建設性的公開的指出缺失的權利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如果往回去推的話 第一個是強調公正性 第二個是強調 它在這過程中 基於建設公開的方式指出缺失 那如果這不能確保的話 其實這個獨立審查機制就心同虛設 因為它沒辦法對於缺點進行 確實的批評跟有建設性的指教 所以這個是我們IRN當中非常強調的 第三就是它不干預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個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議員 可能每個國家都會同意在這個過程中 接受IRN的獨立審查 那這個獨立審查機制在進行的過程當中 它也會確保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研究成果 它有最終的決定權 就是這個機制的進行當中 它不會因為可能長官啊 或因為其他重要的政府的決策者 影響它的最終報告的撰寫的方向 最後一個就是開放性 不管是行動方案的擬定 或者是獨立審查這個機制呢 它強調的就是這個過程當中的 參與跟開放都必須要公開 不論是這個公開利益 就是MSF的會議 然後每一個MSF的委員 都能夠有相同的發表意見的機會 好 那在第二部分呢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獨立審查機制的原則跟工作的流程 好 那我們這邊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三個利益衝突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為了保證就是愛恩的精神 符合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獨立跟完整性 所以他們會非常積極跟主動的提到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就是利益衝突 他們會如何去處理 我們這邊可以往下看 第一個就是個人利益的威脅 他這邊講的是 這個研究員他在招聘的過程 或他在判斷行為 有沒有受到財務或其他利益的不當影響 那基於這個條款呢 所有的IRM要求 這個我們國家聘任的這個研究員 他在重要的時候 必須要符合像 他這樣申報他的既得利益 他的概念比較像是說 我這個受聘的研究員 有沒有跟現在的決策者 或者是MSF的成員 有實質的利益衝突關係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民主政治常常 常常都有這樣的機制 最主要的機制大概就是財產申報 大概就是直接去揭露 研究員跟政府關係 有沒有實質的一些 既有的利益關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偏見威脅 他這個比較在談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研究員在過去 他的意識形態或者社會信念 有沒有因為有一些熟識的關係 導致說他跟 導致他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不客觀 那這件事情他比較 第一個是強調的是實質層面 第二個是想要他的精神層面 或者他的意見 或意見層面有沒有太過於意識形態 所以IIN上面還會有一個叫IEP 就是專家的一個審查的一個機制 就是說確保這個研究員 在這個過程當中 必須符合IIN的標準 那才可以完成 剛剛前面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基於事實跟建設性的報告 那第三個呢 這個是負面表列 他是在講說不當影響的威脅 是指外部的影響力 會實質的損害了研究員 做出獨立判斷的能力 那他當然都會有一些文件的審查 所以這邊呢 這一些保障條款跟獨立性的敘述 其實是要強調說 IIN的研究員 他在審查的過程中 是必須經過精挑細選 特別強調在審查的過程中 必須符合剛剛前面的獨立性的原則 那我們稍微進一步說 這個獨立審查機制的利益衝突政策 他總共分成四個情形的利益審查 利益衝突審查 第一個是在招聘研究員的期間 然後呢 IIN的工作人 人員呢 跟IEP會針對 這個政府 跟其他 就是 很簡單講 就是他會共同審查這個研究員的申請 那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 有兩名 或者是兩名以上的人員呢 符合 有同樣的資格 IIN的話 他會傾向更獨立的研究員 來做為他的候選人 也就是我們前面 一再強調的 這個 獨立審查的機制 非常強調 研究員的獨立性 第二個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必須簽訂合約 每個研究員都要向IIN 遞交一份 年度利益衝突的聲明 第三 如果順利的 進行這個招聘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有 利益衝突因為它會隨時變動 有可能它不是一個 靜態的東西 所以這邊呢 他必須 即時的把 可能的利益衝突 回報給IIN的工作人員 第三呢 最後一個是 如果有這個 未知的資訊 引發獨立性的問題 必要的時候 這個 IIN的工作人員跟IEP 會保留最終的審查權利 這個呢 我們就稍微講到 他們對於利益衝突的政策 這四點其實都在講同一件事情 他們利用各樣的 形式跟工具 去確保IIN的審查過程中 能夠盡可能維持 就是研究員的獨立性 我們就進一步的針對利益衝突 進行闡述 這邊總共有三種 利益衝突的類型 每一種類型都會回到 剛剛講的政策 它有各自不同的 採取不同的措施 如果有實際的利益衝突 這個IEP呢 會直接解雇這個研究員 也就是說呢 這個利益衝突不像我們 因為我們公督謀在監督國會 那我們也知道 常常有一些實質的利益衝突 在現有機制上是不會被解決的 那這邊呢 我們這個IIN的過程是不一樣的 它如果有這個實質的利益衝突 是必須直接解雇這個研究員的 所以這件事情的原則 大家一定要記住就是說 寧可在審查的過程中 非常的嚴謹 也不要有這個實質的利益衝突 在這個審查後發生 那就會變成說 在這個過程中 它其實會是白忙一場 就是說 一定要在前面審查的過程中 先確保這件事情 我們能先看一下實質的利益衝突 有什麼 第一件事情是 以官方的身份工作 或代表組織 國際組織發言的個人 這個很 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就是 以官方身份工作 或在全球OGEP的推廣委員會中 代表公民社會組織發言的個人 或是過去一年曾從事這樣工作的人 接下來是從事政黨的活動 然後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為日常工作的 就是黨公職 這部分是必須要做排除的 那它其實這邊後面呢 它有特別強調 在這個範疇中 不排除 法規跟條立場 才特定立場的個人 那這邊其實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黨公不行 但如果你在特定法條 有個人的立場 或者是在各個社會議題 公共議題 有自己立場的人 這件事情是被允許的 所以它這邊有特別強調 不是要你去 什麼都不 對所有的事情都保持中立 而是在 你不能有實質的利益衝突 在你的服務單位 接下來是接受評估中的 OGEP參與國的雇員 政府雇員 這邊提的大概是公務員 或者是有直接關係的個人 最後一個是 就是在這個OGEP進程之內 就在這個行動方案 擬定的過程中 是積極公民的參與者 或者是這個NGO 在這個組織裡面 在這個過程中 是這個NGO的領導人 那這個當然就是避免說 你實質是參與行動方案的個人 那你又自己去審查這個獨立機制 那簡單來講 這邊有五種的利益衝突的形式 那他就是在講一件事情 不能求援兼裁判 那這個是幾點要注意的事情 那這邊再簡單小結一下 就是不能求援兼裁判 第二個是 如果有實質利益衝突的話 會必須解雇這個IIN的研究員 所以這邊必須要特別注意 這件事情呢 是必須大家要知道這件事 那第二個層次就是潛在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是實質 例如說像黨公職 例如是像政府雇員 例如是直接是行動方案的民間委員 或者是委員 這件事情是實質的利益衝突 那這邊也提到了一些是 潛在的利益衝突 跟可預知可感知的利益衝突 那我們先講 潛在的利益衝突有幾個 就是他這邊有提到 在過去一年以官方身份工作 或代表這個OGP參與政府 就OGP的相關的價值發言的個人 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在過去一年內 擔任受評政府顧問的人 這也不行 第二個是隸屬於參與這個OGP進程的組織 但不負責從事任何OGP項目的人員 這也不行 再來第四個是 積極參與OGP進程的組織人員 那這個是潛在的四種利益衝突 它跟實質的利益衝突 它有一個比較可以簡單表述的方式 就是它是間接的 它並不是直接代表組織或個人 但是它是在這個組織或個人 在這個組織或在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成員之一 這個是潛在的利益衝突 再來是可感知的利益衝突 就是有第三方觀點認為 這個研究人員長期工作的環境 或者官方立場 或者他的專業以及私人利益 可能對旅行職責造成不當影響 那其實我們從實質的利益衝突 講到潛在 講到可感知 我們可以發現一層一層 它後面其實是 越比較籠統的去描述 那它這邊其實是保留一個原則 就是說可能會造成影響 所以它在實質審查當中 我們可以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先注重實質的利益衝突 跟潛在的利益衝突 那可感知的這部分 就要去做個別判斷 那當然對於研究員的審查判斷 並不是我們國家自己去做審查 但是我們這邊必須強調的是 台灣在參與這個過程當中 必須以這些精神跟這些原則去執行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它當然就有一些保障跟補救的措施 那我們就分別來看 第一個是實質利益衝突的保障措施 有什麼 答案是沒有 就是它會直接解除這個候選人 失去這個研究員的資格 也就是說在實質的利益衝突之下 是不被允許擔任IRM的研究員的資格 所以在候選人這一塊 就會直接被篩除掉 那第二個是我們剛剛強調的 潛在跟可感知的這部分 那它這邊有幾個必須要遵守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不得使用組織的名稱 它這邊講的是品牌 只能用研究員的個人的身份進行表述 那在報告當中呢 必須加入免責聲明 要必須強調說這個研究員 雖然隸屬於某一個組織 但是這個報告的觀點內容 不代表這個組織的立場 第三 他必須提交書面的協議 承諾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這個研究員如果擔任IRM的人員的話 他必須退出既有組織的OGP的進程 也就是說他不能在接下來這個階段 參與這個過程 那這個他必須要提出書面的一些聲明 那他也必須重新分配他在OGP過程當中的一些計畫的職責 那這可想而知嘛 他如果受聘擔任這個研究員的話 他必須退出他目前既有的一些工作範圍 那這邊呢就是要求就是他不能直接具體的承諾相關的公開聲明 就是他不能在這個進程中有實質的參與 那接下來就提到一些他們在這個手冊當中呢 有強調的一些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IRM的研究員不能只是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中只要遵守工作手冊 就符合道德標準 那這邊是提到一些評估的謬誤 那我們想大家知道這些事情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相對論 就是如果有一個公民代表 他強調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必然會有另外一個聲音 跟另外一個不同意見的人 所以在研究跟評估的過程中呢 不能偏 他其實就是講不能偏聽一方 他要認知到其實所有的意見都有相對的存在 那也應該讓 除了積極發表的人發表意見以外 他也要重視到另外一個 他可能比較少發表 或者是相對沉默的人 都應該給予在這個審查的過程中 有公平發言的機會 那第三就是 多元主義跟精英主義 那也就是我剛剛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說 不應該把最強勢 最有聲量的意見 列在第一位 那這其實是 很常見 或者是很常被忽略的一件事情 就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會因為某一些人的強勢代表 或者是強勢的聲音 會讓這件事情變成導向一方 那我想大家都有一些經驗 就是特別是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就是這種東西最常見 就是立法委員他可能會針對 某些事情強力的表述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 利用IRM的這些規則去評估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其中會有一些 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一些細節 那接下來我們提到兩個心態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研究員必須意識到 參與評估的人 會傾向將 沒辦法控制的挫折合理化 就是說如果是 這個行動方案的議員 那在評估的這個過程中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失敗的原因 或者是不可控的原因 把它合理化 所以這個研究員必須 意識到這一點 就是說他必須在這個過程中 知道這一件事情 再進行他的評估 或者是也要意識到 實質這個進程的參與人 他會有機會把一些挫敗去推卸責任 這是必須要知道的一些 研究的困境 第二個是 對於現實現象的主觀解釋 就是 研究員必須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努力做到連結公正 並且緻密的解釋自己 他這邊比較強調的是 自己的偏見的結論或觀點 就是他必須把這兩件事情 意識到 然後做為他 知道他自己的研究困境 在做研究的過程當中 才不會陷入這個迷失當中 那我們現在就講 前面講了兩個都是比較原則性 跟IIN的精神 以及他的一些利益衝突的一些措施 跟一些方法 那我們現在直接就開始介紹 這個獨立審查機制的過程 大概有分那個四大項 第一個就是 研究員的聘僱跟招募 包含公開的招募 發布訊息 面試 審查流程 然後利益衝突跟最後的簽約 接下來是研究員的培訓 包含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讓他知道 IIN的使命 研究的道德風險有什麼 道德困境是什麼 研究的方法流程 以及寫作的風格 第三 他必須嘗試的跟 政府的聯絡人進行接觸 開始自我介紹 以及初步的提出他的研究計畫 第三就是跟公民社會 建立初步的聯繫方式 因為我們知道 就是這個MSF 有多元的代表性 所以這部分 他分別必須跟政府 跟公民社會的團體 跟各自的代表 轉發給相關的聯盟 或者是協會 進行初步的接洽 在這個獨立審查報告 開始之前 我們再次重複的去review一下 他必須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必須製作兩個報告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在這個國家OGP行動方案的 制定執行的第一年的進度報告 第二份就是兩年期的期末報告 總共兩份 所以下面的一些敘述呢 我們就大概認識一下 暗暗的過程 第一件事情 工作人員必須把這個行動方案的內容 拆解成研究計畫的範本 這個必須在兩週內審查 那這邊大部分就是一些流程 包含文件的審查 跟政府的一些訪視 以及利害關係人的會議 我們這邊等等會再詳細說明 那接下來呢 他就會進到 IEP的審查 然後在這個審查前呢 他就會有一些程序性的東西 我們這個我們事後自己看就好 這邊呢 我們要強調就是利害關係人會議 那每一個IRM的研究員 應該跟各個就是MSNF的關係人 至少召開一次 國家級的會議 那這邊是建議呢 在任何潛藏的會議中 他都可以參與 以及呢至少參與一次的會議 同時這些關係人會議 應該要密切的跟 OGB的進程 跟非政府的個人進行組織 那這邊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會議的形式是由 這個研究員自行決定 那因為有一些國家 他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會有一些流程 必須進行仿視 跟他的一些流程的安排 那他這邊是建議按照地理 那沒關係 我們這邊知道就好 那我們這邊特別講到說 一個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要如何拓展利害關係人的方法 跟他的實際的做法有什麼 那我們先看 後面還有嗎 OK 我們一個一個去看他們的方式 那這個呢 他其實就前面有講到 他要如何去安排他的工作 以巴西來講 他的邏輯是按照地理位置的分佈 那其實在開放國會 也是有類似的概念 當然這不是我們IIN還沒有做 但是我們在MSF的行程 或行動方案的擬定中 我們也是分北中南東進行安排 那他這個巴西他是在兩個主要城市 聖保羅跟巴西利亞 召開這個論壇 那他有一些優點就是 這兩個論壇就是 可以把他想像台灣的台北高雄 那他有相應的缺點 就可能其他縣市並沒有被代表到 那其他的聲音可能會被忽略 這是巴西的方法 那加拿大方法是 地理分佈跟語言的安排 那他這邊是比巴西再多一個語言的安排 那他這邊的挑戰就是 會有線上會議有挑戰性 然後他翻譯的方面必須要做加強 那這是加拿大的做法 那墨西哥做法是按照各個承諾的群體 那由三方的委員會組成論壇 那這會比較類似目前開放國會的做法 就是我們在擬定行動方案的過程中 有找各個NGO 那分別在北中南東進行會談 那他的群體的類型 我們也是盡可能的去找到各個代表性的NGO 然後來蒐集這個意見 那這邊墨西哥的做法 比較像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做法 那挪威也是依照各個群體進行 那菲律賓他是按照社會部門 然後南非是按照地理分布 那前面這邊就是提到說 要如何去拓展厲害關係人的範圍 那這邊我必須簡單講一點就是說 他不是台北半一半就結束 他這個厲害關係人的範圍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假設今天如果只是在台北 或幾個主要城市去舉行這個論壇 其實是不符合OGP的精神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國家 其實就是按照這個地理分布去做 那所以這邊就會在這個過程中 他有列出優點跟缺點 他會希望在下一次的第二年期的 或下一期的這個行動方案的過程中 會針對這些給予意見跟希望他能夠有所改善 那我們這邊就在第三部分我們提到就是 暗暗的進度報告包含什麼 那這個就是有提到一些 他的研究報告的架構 那跟工作流程我們就一個一個看 還有包含這個序論環境背景 跟國情有關的行動方案等等 這邊我們就先略過 那這附近 第一個就是在進度報告中 他必須強調的是在這個工作流程中 他有幾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他有必須填寫一些表格 然後政府的內部成員參與有哪一些 參與了這個行動方案的哪個階段 那公民社會的參與 民間的NSF的成員分別在哪一個進程 然後在哪一些組織 是哪一些組織參與OGP 然後這個執行期間的公共諮詢 有哪一些 例如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巴西的是兩個主要城市的論壇 那有什麼方法進行這個公共的諮詢 以及第五個是自我評估 在提出這個報告的內容裡面 也必須提交這個 在第一年期結束三個月內 要提交這個自我評估報告 那這個 最後一個是回應先前IRM的建議 從第二年開始 他必須加入這個環節 那就是回應到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 獨立審查機制這個精神就是 每一年他都會針對上一年做的不好的 必須要進行回應 或者是 回饋目前的改善的方法 跟具體的措施 那接下來是承諾的部分 我們後面會特別講 第一件事情就是 獨立審查報告當中 有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如何做一個好的承諾 我們這邊可以先看 後面的案例會提到說 其實一個好的承諾非常重要 那它有 必須有下面的一些特質 第一件特質就是說 它必須有具體 具體性 然後是 這個變相必須 可以衡量的指標 這是非常重要的 具體可達成 然後可以衡量的指標 那接下來是相關性 跟潛在的因素 那這幾個面向呢 才能構成所謂的 好的承諾 那我們這邊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IRN的審查機制 跟針對各個國家的承諾 它是會打分數的 就是它其實用一個 很良性競爭的方法 那我們 稍微知道一下就好啦 就是如果想要獲得 這個星級的標註 那它必須有涉及幾個 就我們前面有提的 它必須有非常 至少中高以上的具體性 然後必須講清楚 這個活動的流程跟步驟 然後以及呢 它必須涉及其中一項 叫OGP的價值觀 包含就是資訊開放啊 或公民參與 或公共苛責 這是一個好的承諾 信號的承諾必須符合的 那我們就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個各個國家的案例 那加拿大它是在2011年加入OGP 那它已經是在第四個行動 方案的階段了 它今年是2018到2020的第四個階段 那它當中有十個承諾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加拿大提出的國家承諾 總共10點 那這邊呢 就是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未來台灣呢 如果順利的話呢 它其實每個承諾 都會在這個OGP的官網上面 進行標註跟評價 那如何獲得就是新級承諾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下方這邊 就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它必須符合一些標準 那它這邊都會很明確的列出來 這個國家的承諾有哪一些是新級的 然後同時呢 它也會跟其他國家區域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OGP的成員國 進行比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就是 它必須每一個計畫 它都會跟之前的計畫進行比較 包含這邊看到的在執行啊 或者是關注的影響 相關性跟具體性 它都有分別不一樣的 乘數跟它的比例 那我們看加拿大這邊 它是分第一階、二階、三階 每一年都是 每一期都是兩年 然後都會針對上一期的進行比較 那這邊要特別強調的就是 前面這個標註信號的 就是全球只有5%的達成 所以大家可以去比較說 這今年的第二期計畫 它的被標註是好的 承諾的有哪一些 那我們這邊可以去特別注意一下 這件事情 那也希望呢 未來其實在台灣 我們有一些做得還不錯的 只要我們的承諾 符合剛剛前面的要點 那我相信我們 台灣在這個成果上面 一定是不會太差的 那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事項 都已經在做 所以我們在承諾的過程中 一定要記得符合我們剛剛那幾個項目 那他當然還會針對公眾的影響程度 進行評估 包含有沒有 政府有沒有把決策權跟公眾分享 第二個是有沒有進行 這個過程中有沒有進行反覆的對話 讓公眾共同參與這個制定議程 那最後呢是 這個政府是最終是如何考量公民的意見 並給予回饋 這過程中也是他們評估的一環 再來是諮詢告知跟未諮詢的部分 那這個都會 每一個階段都會很清楚的呈現在這個網站上面 那最後呢 他也會針對這個開放政府的成果 那分別 分成下面幾項指標 第一個是反貪腐 公民的自由 然後開放政策的制定 資訊的取得 財政的開放等等 那各項指標會進行相應的評估 那這個是加拿大的部分 那南韓也是在2011年加入OGP 我們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南韓的案例 這是他的國家級的承諾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南韓跟加拿大他的成果有明顯的區別 也就是說其實南韓在被標註信號的承諾這部分 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他的一些傑出改變跟重大改變 其實南韓也都是沒有的 也就是說 當然在第一階段我們可以看 這個Asian Plan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它其實正常來講 每個國家應該可以在第一階段 做得不好的地方在二階進行修整 那我們可以看到南韓這邊 比較特別就是 它其實不論一階 二階 三階 四階 它的不論是重大的改變跟傑出的改變 跟標註信號的承諾其實都是沒有的 所以這部分就比較可惜一點 那這邊的話就是 它的過去的成果跟可改進之初 那其實這跟加拿大一樣 我們就看過就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看各個國家的實踐方法 我們就可以到這個網站去談 那最後我小結一下就是說 今天總共講四個單元的部分 中間的部分比較是針對工作的流程 那我想表達的是 我們必須 比較需要在意的是 它的獨立性跟公開性 以及利益衝突的迴避 那我想這些原則必須被掌握 第二個是 如何做一個好的承諾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在這個承諾的過程當中 會涉及未來我們國家在這個 國際組織上面 到底有沒有被標註新級的承諾 以及重大改變跟其他相應的改變 那我覺得這就 必須要我們回到我們前面的幾項精神去做審思 那這必須回到前面講的就是 這個獨立審查機制不是管考 然後在這個做好好的承諾之前呢 必須回到前面講的幾個原則跟精神 包含獨立性 包含參與協作制定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呢 雖然IRM不會是在座的各位去寫 但是我們至少在擬定承諾的過程中 要符合這項基本原則 然後進行決策跟決定 那最後我再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它的原則跟精神 它不會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告訴你這個叫做百分之百正確跟百分之百錯誤 所以我們必須在了解這些精神當中 重新的在每一個決定的過程中去檢視 自己有沒有盡可能的符合這個原則性 那台灣是第一次參與 那包含裡面的這個IEP的審查會 其實我們是並不在這個機制當中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就是 我們每做的任何決策跟承諾 然後符合IRM的精神跟標準跟原則 那我想這樣就沒有問題 以上謝謝大家 謝謝 好 第一個就是 台灣不在這個 這個IEP的審查範圍 我剛剛最後有講 但是我們該如何 我們會提交過去 但是呢 我們現階段是不在這個範圍當中 那台灣有沒有IRM 台灣會有 但是呢 我們是以這個國際標準 然後我們自己去寫 那OGP並不會派員來幫我們寫 這是台灣IRM目前的必須知道的事情 那但是呢 我們在進入到正式的 所謂的國際的IRM審查前 我們盡可能在這一次 必須符合他們的精神跟標準 那我提一個就是開放國會的案例 就是說我們在審查 我們該如何聘請IRM的研究員的時候 當然我們有很多選項 那我們當然有討論過 是不是有第二種選擇 它可能是潛在的利益衝突 那或許也是一個考慮的範圍當中 但是我們要回到我們這一次的目標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藉由這一次機會 加入到這個國際組織 或是至少有一個成績提交出去 所以我們在這個決策當中 我們就回到 我們就決定或者是意識到說 我們在這一次裡面不能選擇 第二選項或第三選項 因為我們必須在這一次盡可能的 在這個過程中 不讓人家有後話 或讓人家覺得說 你這個IRM的撰寫者 有潛在利益衝突 或可感知的利益衝突 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回應給大家 但是我們必須還是要做IRM 那它的方法就是 民間的會寫一個影子報告 然後國會這邊也會由政府部門自己寫一個 那總共是各自評估這個 按照這個原則進行撰寫跟評估 好 那感謝這個對於IRM的回覆 那早上其實對於第一位講者也有一個提問 就是講到公民參與在依照過去經驗 有建議多少人說公民才有意義 然後有共識 好 大家好 那個 我不是要打太急 但是我想我們下午那個PILIS對不對 還有我們那個唐鳳辦公室 那個政委辦公室他們做很多這個 會議啦 協作會議 就會遇到很多 怎麼找足夠的公民代表啦 或者是怎麼去 試著找利害關係人啦 怎麼樣去帶有意義的這個公民參與的討論 所以下午他們應該會有一些這個方面的分享 當然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覺得有時候其實不是在人數的問題 而是在於就是說 是不是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去通知跟主動的通知 比方說這樣 像我們做 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像我們做這個 開放國會的部分對不對 為了當初 為了要找這個民間委員嘛 他有上網徵詢 就是你可以主動來報名 然後他有開放一段時間讓大家主動來報名 然後另外呢 我們也有主動把這些訊息傳給我們覺得 相關的 不管他是什麼樣政治立場的 相關的 他有在關心這個國會的改革 開放跟監督的這些團體 或者是專家等等 所以他有主動的過程 他也有開放一個管道讓別人主動 所以你除了有主動去徵詢 你覺得是這個領域的 或是他有在關注這些的人 或特定的團體這些公民之外 你也有開放一個管道是讓那些 你不知道的人他有興趣的 他可以進來的 我覺得這個 然後你有給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是試著去做這樣 那可能中間也要考慮到有一些人 或是有一些 他可能是上班時間 或是什麼樣的時間 適合他不適合他 或是他是不是很遠啊 比方說他都是中南部 有一些 常常我們開一些環境的會議 然後有一些 這個跟環境有關的這種團體 他們在中南部 那就是對他們來說就是 這個參與的門檻是很大的啊 那有沒有一些措施 是降低這些參與的門檻 那如果你已經 能夠把你做的這些步驟記錄下來 就是你是怎麼樣用這些步驟 然後試著去擴大這個參與的這個 降低參與的門檻 那最後的成果就是 到底有哪些人實際來 那他就不會是一個 大家去專注在 你怎麼只有這些人來 因為你事實上 你有做了這些工作 那大概是回答到這裡 謝謝 謝謝